还可以再变化成,但这个可能其他地方没办法做到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最后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这边是民国嘛 想要可能最后格式想要把它改成西元的话 那我有什么方式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按下去它就自动讲西元自动就加上去了 民国又可以变成民国了 按下去看你要什么,反正可以激动的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民国跟西元 那你想说这个地方怎么做出来 其实思考点在这里,按右键,一样出成格式 基本上就制定这个地方 那我是找一个西元年 一样把原来的斜线改成点 然后M加M,然后里面MMDD 后面加上一个瓜糊AA 那这个字串,特别注意 你想说,那将来这个东西呢 我可不可以直接动态的加到那个Sales IJ里面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OK,所以以后呢你要格式 比如说像这个格式要怎么动态放上去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顺便补充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以还原格式 其实可以从什么 还原格式这边 这个还原格式可以把它复制 贴到底下 改什么呢 改西元日期格式 其实我是从上面这个来改的 那我改了哪些地方 其实就是中间这个地方 还原格式 我把它改成什么 这边应该不是叫做西元日期格式 其实就是把它改成西元日期格式 那里面的话 本来是两行 一个是字的颜色跟底色 把它改成这个 叫做Lamber Format Local 它里面 比如说除 那个 就是除尘格里面 我如果希望加上什么 有点像按右键制定 有没有 按右键除尘格式里面的制定 你只要把那个制定完的东西 复制 这个地方按右键 把这个除尘格里面制定完的 这一串 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Lamber Format Local 那个后面这个双影 就是那个字串里面 它就可以帮你全部做完了 就这样而已 其他都没变 其实就是从还原格式复制贴过来 改中间 原来是这两行 改成这样子 多一个什么呢 Lamber Format Local 那也许你不会拼没关系啦 其实就是 也许你复制 我刚刚是怎么做的 就是先把这个Deleteer掉 按点 Lamber 你就打一个N就可以啦 其实打个N就出来了 有没有 空白键一下 等于双影号 移到中间贴上 这样就OK 然后呢 再把刮弧记掉加上 我的里面加刮弧 变全部的格式 没有加刮弧 只是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所有的储存格 好 另外那个民国 那有西元就把它复制贴过来 把它改成民国 然后呢 再把那个 它的制定里面的东西放过来 OK 就完成了 所以 如果你要再做个变化啦 比如说 有同学 如果有这方面 就是说 希望能够快速的切换 不同的那种格式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按下去 直接 就可以看到了 OK 这样的效果 那 不过还有同学问说 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它因为一个一个跑啊 那会有一个什么呢 你会发现 那个储存格的效果 会这样起 会有 会有那种 感觉 好像有在跑动的感觉 那如果说 最后呢 如果你希望把这个效果 给关掉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比如说 我同学问说 老师 那我希望 按着说 不要有这个 好像有 有切换 它好像在跑动的 那个效果 其实如果你要把 那个效果关掉的话 你只要在 这个地方 上面 比如说我在西元 格式的上面 把那个 加上一个叫 Application 那因为呢 管理什么 管理那个开关的 这个 是叫 Application的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指的就Excel 点下去 那它画面的 那个闪 画面那个闪动 是由 那个叫 Screen SC 有一个叫 Screen Updating 这个属性呢 在管理 如果你把它 关掉 那你会发现 记得 关掉之后 把它 在头 关掉 然后尾巴 记得 再把它打开 等于 True 这样就打开了 那实际上 可能你 你如果说 想要多知道一些 自动化 其实Application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那怎么知道 说到底 Application 有没有拼错 其实如果你没有拼错的话 你点下去 一样会出现 你打一个Sc 这个都会出现 其实这些都会自动提示的 所以有些东西 不用自己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只有加 这个西元日期格式的部分 那如果我把它直接 比如说 民国没有了 我把民国这个会散 如果西元的部分 因为我加了 Updating 等于False 按下去 你会发现 马上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这样的效果 这个Updating 关掉 有没有 直接就过来了 不过这差一点 应该对各位来说 目前应该是没感觉了 OK 不过就是多一个补充 那个西元跟民国的部分 西元跟民国的部分 那最后呢 剩一点点时间 因为这个底下年利的部分 可能难度太高了 所以呢 我就把比较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里面Demo一下 点下去 它问你输入哪一年 那其实我是输入2017号 它会自动帮我加斜线 1月1号 放在这个储存格 然后呢 增加每个月的第一天之后 再向下 往下 然后如果说呢 它这个地方不是同月份 就不往下跑回圈 再加上格式化 按确定 有没有 那格式化部分 我没有重写 我是用呼叫的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 我的年利 最后这边有个call 格式化日期 这个call格式化日期 意思就是说 我去呼叫 我本来已经写好的 格式化日期 写在哪里呢 写在上面嘛 刚刚不是有写一个什么呢 格式化日期 那也就是说 以后 如果某些功能 你要独立出来 可以啊 以后用call的方法 它就去跑另外一段程式 那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 不要把所有的程式 都写在 同一个里面 不然的话会 哇一堆东西啦 你可以切割切割嘛 分开 最后这样callcall 可以啊 那里面的话 我们大概看一下 因为时间 不是很充裕 而且这个难度 有点高 那我再把 我把重点提示 因为这个东西 在云端上也有 里面我这用到 一个叫input box 不过这个input box 是用的是 application的input box 它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输入不是数字的话 它会不让你继续 这个特别注意哦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我执行它的时候呢 假如说 一般请输入年份 那有人会输入什么 比如说 他又输入一个中文 2007好了 例子像这样 那你这个当然不是数字啊 你按确定 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 预设那个input box的话 它就当掉了 但是这个好处是按确定 它会出现不正确的数字 它会提示你 那好处就是说 它程式也就一行 所以因为 尽量能够越简单越好 对不对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做 它的好处是 非常的简单 OK 那回来比如2017 那我就把2017跟那个斜线1月1号串联 把它当字串来串在一起 丢给谁呢 丢给rangeA2 然后再怎么样 把它每一天 每个月的第一天都跑出来 那这边我是用day的 day的里面的话 有一个m 指的是每个月 然后相差几个月 特别说 这个观念跟e day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后面的 其实都是跟这一天比 差一个月 两月 三个月 一直到十 到那个十二月 那所以我这边的话 二到十 二对不对 所以这边会减一 为什么减一呢 因为相差 这边是二嘛 那相差一个月啊 所以我先减掉 最后一个变十二 减一 那就是差十一个月 OK 这是相差几个月 然后呢 再把主 得到的那个日期 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要放的位置上面 所以这个我想你们可以再揣摩一下 那基本上这个我也想蛮久的 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 当然也有其他的写法啦 你也许也有更简单 或者是 我的观念是这样 能够越简单越好 不要写太多 所以我写了这几行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 产生日期 已经每个月的第一天之后 往下跑 往下跑 不过特别注意哦 关键就是在 month 如果两个月份 不相同的话 特别说我这边是 如果相同的话 就输出 如果else 反之会怎么样 is this fall is this fall 意思是说 跑回圈 跑到这里哦 不要往下 对不对 跳梨了 所以二月 三月了 对不对 所以就跑这边 然后就跳梨 OK 然后就往下一个月 往下一个月 最后的话呢 再加上格式化 就完成 这个部分 所以因为 可能时间的关系 还有这个难度也比较高了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看一下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 我也把那个 刚刚我补充的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民国跟西元的那个日期 因为在云端上 我好像没贴 等一下我再把它贴上去 给各位参考 那我刚刚那个程式码 我把它贴一下 我把它贴到云端上 也是贴到那个 还原格式的下面 所以如果有 兴趣的同学 那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就是说 如果你以后 你有一个制定的格式 你要把它套用在 你的初穿歌里面 用这个就简单了 它就是一个属性 叫Lumber Formate Local 也不用刻意死背 反正用久的这些东西 都很 这个会越来越救手 OK 那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到这里 那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继续在下一个翻例 就是数学 数学函数 它里面有统计的部分 所以各位回去 也可以先看一下 谢谢好 谢谢好